你要住帐篷吗 帐篷肯定住 对 我们小时候也住帐篷 住帐篷 对 住帐篷 还要去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 要去瓦松荣 瓦松荣的时候碰见过狼 对吧 碰见过狼 碰过 有一次我们去瓦松荣的时候碰见了凶 真的吗 真的 我就看他远远的在看他自己走 也不敢叫他 那你为什么不叫他 过来 过来打一下我再 过来吃饭 过来吃饭 哈喽 声音听不清楚 真的吗 可能隔得太远了 这样 过来吃饭 哈哈哈 跟我们讲吗 我们讲的是这个 在哪里 在哪里 现在在礼堂呢 现在在礼堂县 我们在礼堂的草原上 刚刚有人说你唱歌 然后我们两个任务一起完成了 又回答了我们在哪里 然后又把歌也唱了 哈哈哈哈 我们一起笑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多人在那里发哈哈哈哈 对 看一下 在目 少喝咖啡 好的 我们现在都没喝喝了吗 这 在礼堂的话喝咖啡的喝咖啡 倒一点还是喝酥油茶倒一点 和酥油茶 和酥油茶做一样 嗯 那就行 好 说汉语珍珠能听懂吗 他们说珍珠能不能听懂汉语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你们去问一下珍珠 哈哈哈 我明天去问一下珍珠 可以 我就问他 你 我去问珍珠 你要刹车的时候要叫 呃 还是叫 呃 这样就这样就对了 对吧 哈哈 嗯嗯嗯嗯嗯 好久不跳舞了 对 好久没跳舞了 你们去看一下中餐厅 我跳了很多 跳了很多吗 确定吗 哈哈哈 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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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边耍巴子的 在放歌 放的好大声 啦啦啦啦 我们也唱 我们也唱 哦 哈哈 昨天已经跳过了对吧 哈哈哈哈 中午吃啥?中午他要做好吃的 中午我们去吃 牛肉有关的 解锁了就开始幽默了 是不是加特效了 嗯 可以了 去旅堂是不是还要带厚衣服 去旅堂可以点 不带也是可以了 看一下点 那么下雨啊 这样的话已经冷 晚上之内 嗯 如果太阳的时候 那么不带厚衣服都可以 那带一件被子就行 对 对 昨天大哥像不像那种徒步去拉萨的事 图总 我们的图总 看一下我们的图总 他要他他要徒步去拉萨 哈哈哈 今天抓不到了蒙古 今天没有找到松柔了 哈哈哈哈 今天没有找到松柔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像这样 他们说土灯老师像走丢了的孩子 觉得爸爸妈妈找不到老师真的好小孩 你觉得土灯老师 我感觉他像徒步去拉萨的 拿个手机 然后去洗脏 挪折 加上来 冰箱 还放开